大家好,我是韩伯 关于音阶呢,我之前出过一个花式练法的视频 其实有关音阶有太多太多能说的了 今天我想主要来说一说如何把音阶弹的流畅和顺滑 其实能弹出流畅顺滑的任何东西 不管是音阶还是颤音还是爬音 最重要的是手指的独立 还有跑动的能力要做好 那在这个基础上呢,我总结了四个小诀窍 来帮助大家把音阶弹的流畅 第一点,练习大指 音阶弹的不流畅很多时候是因为大指和三指四指连接的时候不顺滑 对于这个呢,我们可以先把手翻过来 手心朝上,然后做这个练习 注意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 除了大指以外的这几个手指头不能乱动 像这样 如果一开始找不到这个感觉 先慢一点 感受着这一块肌肉 带着大指往里走的感觉 找三指,找四指 把这个发力点找对了,再翻过来练 这样就能避免在转指的时候 然后大指指根的这一块肌肉不往里带着走 那下一步就是把手翻过来放在键盘上练习 那我们就会发现,在三指和大指交接的时候 除了把大指缩进去 还有很重要的就是手腕一定不能僵住 我们的手腕其实是很灵活的 是应该带着整个手到处走的 像这样子 那这个地方呢 手腕就一定要灵活的把手运向下一个位置 这样子大指也刚好连接到下一个音 大家可以看我的手啊 是可以以大指为中轴 舒舒服服的向左向右这样运行的 手腕僵硬的话就会让音接成这样 第三点呢 是注意手臂和手肘 有时候我看到人弹音阶 手肘就像蝴蝶一样这样子上下上下 这个时候我就知道 这样弹第一是弹不快 第二是弹不久 因为很容易累 这个问题呢 一定要在一开始学琴的时候 就很小心的把它改掉 因为时间久了 错误的肌肉记忆 也是会越来越根深蒂固的 我们弹音阶的时候 手臂应该是这样运行的 而不是这样运行的 如果手臂一直张开臂上张开臂上 那音阶就成了这样 第四点是从C大调音阶就要开始注意指法 我们学音阶都是从C大调开始学的 但其实C大调的指法我觉得是挺难上手的 因为它都是白键 你很容易瞎用一个指法就能把它弹完 比如说一直用1234 一直用123 中间跳过一个手指头 等等等等 那一开始不注意指法 就会造成后面弹到黑键多的调的时候 指法就乱了 大指一不小心就上黑键了 比如说A大调 如果一直用123就会变成这样 B大调 如果一直用1234就会变成这样 更不用说那些用二指或是三指开始的 有降好的调了 如果123 1234 这个指法没有深深的印在脑海和肌肉里的话 很难弹的又快又流畅的 比如说降异大调 我们先用慢的来看一下它的指法 可以看到这个指法 两个手在一起的时候相对是比较不自然的 如果不是对指法有很好的基础了 很容易弹成这样 好啦 这些就是我总结的如何让音阶谈的顺滑流畅的小诀窍了 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欢迎给我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有其他问题或者是想让我探讨的课题 也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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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